很多人都希望从一些名人或者企业家身上学到一些干货 用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离成功更近一点 或者说更容易一点 可是方法不对 到头来不但没有用 而且还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从名人身上学到这些东西 并且用在自己身上 而且获得了成功的 在世界上所有有名的成功的有钱的人当中 都知道一个定理道理 就是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珍贵的 第一是时间第二是头脑 时间无论你用还是不用它都会流失 头脑要是你会应用的话 你就会赚钱很快 所以有人就做过统计了 在这个世界上99.99%的人都是脑力劳动者 是有钱人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华人首富李嘉诚 他是怎么样成功的 我是怎么样在他身上学到东西的 非常的简单 他只有一个三个基本点和一个中心 就可以让他成功了 哪三个基本点呢 第一勤奋 非常的勤奋李嘉诚 第二 第二就是节俭 非常的节俭 还有第三是什么呢 那就是非常的有毅力 那第四就是他的中心是什么呢 中心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有求知欲 所以了解李嘉诚的人都知道 他身上随时都带有两样东西 第一是中华字典 第二是英汉翻译字典 所以这次求知的欲 看出来他对求知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但是呢 还有一个重点他没有说出来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卖个关子呢 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就是从这一点当中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 让我从此获得了成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 就算六点现在有黄思人报告新闻 美国股市暴跌 独潜丝工业平均指数七个月以来 我就不理夜晚几夜 睡觉都好 早早固定 个终点起床 早早一定 5点59分 一定流中响 一定起床 看到没有 他都是每天5点59分准时闹钟醒 然后就6点钟准时起床 无论前天晚上是多晚的睡觉 而这个习惯呢 怎么要养成 前面的三个自然点 一个中心你都不用去管了 只要你能够每天定时起床 那你的夜深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我就是这么做的 怎么样错才能做到呢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从人类的行为学来说呢 有个定律就是721定律 什么是721定律 就是7天和21天的习惯养成 这7天呢 一旦这7天你能坚持下来 每天都是5点59分钟起床 那过了7天你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要就到21天 一旦坚持到21天 那你的大脑就会形成了 机有机翼 养成了这个习惯 有句话就叫做 态度导向行动 行动改变习惯 习惯塑造性格 性格改变命运 所以说你要是学会到这一点 我相信你也能够像我一样 从月收有500到月收有5位数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吧 我们下期再见